這個完整影音的連結 那回去的話我是建議 如果你比較不鎖的部分 可能就是你再把它反覆看過 OK然後比如說像上個禮拜最後呢就是 用了那個我們的切割 那個超連結部分 當然如果你只有切一個比較簡單 切一個你甚至可以用Excel裡面的 那個函數像Find函數跟Mid函數 去切割但是如果說因為 它儲存格裡面不只一個超連結 那數量不確定的情況下 OK你如果是用公司來做基本上是做不出來的 那怎麼辦你這時候 可能還是要會一點VBA 所以進階班我們可能 主要focus會 還是以VBA為主 OK那在入門班裡面還會先講一些函數 但可能在進階班 可能函數部分講的就會比較少 主要焦點是放在城市部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如果你對那個 有些部分城市不熟的話 可能 還是就是說把那個 我講到的城市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 另外還有一些技巧 比如說我用到那個VBA裡面什麼中斷點 像同學就問說 那個中斷點要怎麼打開 好像Excel裡面呢 要怎麼樣 讓城市停下來 有沒有 其實很簡單 旁邊的灰色要點一下 就一點 一點的話表示說 你城市執行到那邊的時候 它會停下來 你可以配合F8 有沒有 租航再去跑 這個好處是說 你可以去觀察 變數裡面的值 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再去做 就是說對應 你可以馬上修改城市 中斷模式下 其實城市是可以被修改的 另外還有什麼 Ctrl G 即時運算 那些都是一些小技巧 書上可能都沒有提到的 這些方法 主要就是讓你以後 在撰寫VBA的時候 能夠更加的 能夠把錯誤找出來 不然我發現 其實說真的要很快的時間 把那個VBA 快速學好 其實真的不太容易 那當然你要把城市學好 我覺得啦 最好的方法 還是實做 因為你已經 買再多書 看再多 這個 書裡面內容 他講一些理論 可是實際上 你還是 動手 還是發現 你還是寫不出來 原因 就是說 重點不是在 你知道什麼 而是在你會不會寫 OK 所以我們的重點 也許會把它擺在 就是教各位怎麼樣把 一個問題如何解決的過程 用實作的方法 跟大家做說明 那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說 你們現在沒辦法聽懂沒關係 你回去再把它反覆聽一下 當然因為在座同學 程度不一定是 每個同學 都 很厲害 天才型的 最好 每個都天才最好 一下講就講完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是 可以再 就是說 稍微再回去 複習一下 那相關的東西 我把它放在 我們的雲端上 所以講義部分 另外雲端白板畫面 裡面我也會放一些範例 比如上個禮拜的 這個重點 這個是範例檔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OK 然後 切割部分 我是用都快回圈 那答案的部分 其實雲端上也有了 我這邊還有寫一些 相關的說明 OK 然後 底下的話 程式碼 當然如果說你實在 寫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拿我的程式 直接貼一下 跑看看 沒關係 但是呢 你記得就把它刪掉 重新再寫過 如果你也可以寫出 一樣的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用你的邏輯 寫出 你那個程式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學會的 我記得 建議各位 就是這個程式沒有所謂的 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你的邏輯 只要是符合 VBA 它的規則 它的要求 都可以 OK 所以有些地方 我忙之前有同學 也是 邏輯上不太一樣 但結果 只要是OK的話 我想應該就沒有問題 所以呢 這個是切割一次的 切割一次的話就找 找什麼 就找 他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頭 為什麼多一個那個 這個小魚跟大魚 後來發現 這個好像不加這個程式 他裡面好像有 多一些地方 就是 有這個或這個 那會產生錯誤 所以為什麼多一個 可能主要就是避免錯誤 然後呢 不等於0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裡面 等於0就是找不到 不等於0意思是說 如果 有找到 找到這個 那就把 那個找到的字 切割 放在哪裡 放在 在B欄裡面 OK 如果說有很多個的話 這個地方 我多了一個 不過底下這個難度是比較高 上禮拜最後講到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A1跟B1 做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找到 的位置 第一次一定從頭開始找 所以 1 指的是你 第一次 先從頭幫我找 那如果找到之後有沒有 所以從第一個開始找 所以特別說 intree裡面 這個指的是從哪個位置開始找 從頭找 如果有找到的話 做什麼呢 把那個 A的位置 找到的位置把它加1 丟還給A1 也就是說如果我找到 如果找100的地方找到 那我從101再往後找 你不能又從頭找 從頭找又找到一樣的位置 直到找不到位置 所以do while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主要就是 如果 這個地方找不到位置 意思說 一直找一直找 找到呢 它裡面 已經沒有這些東西 你就離開這個回圈 OK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將來呢 蠻多地方 都會用到 像那個 回圈部分 那至於就說 像同學 可能我 如果你對那個 4回圈 後來回圈 不熟的話 其實你可以 再利用一些 練習題 可以再 把它練習過 像我 這裡面的話 文字 我看一下 這邊 有一些 題目 我們可以再延伸性的 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今天的話 我們 後面 我們待會再來看 其他題目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OK 看一下那個 單元2 這邊的話 有幾道題目 我們主要還是以 解決問題 為 我們上課的 主要 的 內容 那當然 底下的話 當然有幾題 可能就是請各位 就是 在開啟 比如說請各位一樣到那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單元2 單元2裡面的話 當然有幾題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那個 326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 我們在入門班最後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的需求 我先把它下載 或者是你可以從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的那個 單元1裡面的入門範例 我們 是在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 其實這邊有個326 其實也是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 當然 就是說 以往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把什麼的 哪一班的資料搬過來的話 基本上如果我今天希望就是說 一班 點擊它之後 自動幫我把這裡面是一班的自動幫我搬到這邊來 二班 自動把這些資料搬過來的話 那之前好像我們也就是在 那個入門班最後有提到 OK 那 當然這個方法裡面 也可以用那個 以色列裡面的公式來完成 也可以用那個 就是說 用那個 VBA來完成 不過這一題 導致比較建議 各位用那個 VBA來做 會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大概 簡單的做個複習 因為後面其實還蠻多地方 會類似說 我今天 有一個下拉清單 選了一個項目之後 自動帶出其他資料來 比如說 我選了一個清單 可能不 不一定是班級啦 可能是月份 我 選了哪個月份 自動幫我把哪個月份的報表自動帶過來 那利用類似的概念 可以用在蠻多地方上面的 所以這一題 我們大概簡單複習一下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是 再來 講一下 有關怎麼樣自動帶出資料 的這些方法 請各位先開啟這個 也許簡單複習一下 326 換面先換給各位